李老师对我的教导 就是叫我放下自私自利 早点 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方向 到台中落实 李老师讲经不准录音 那个时候没有录像 录音 不准录音 谁要是放一个麦克风在他面前 他不讲 必须把这个东西统统拿掉 他才开始讲经 看到这个东西绝对不讲 不准我写笔记 我是他这样教出来的 他的教学方法就是叫你学不精神贯注 听讲 你才会有受用 你放个录音机在此地 你的心就懈怠 为什么呢 为听清楚不要紧 回去还可以曾经 你有依靠 写笔记也不行 写笔记也不行 你有笔记依靠 笔记不可以 这样教学 这样教学你才真正能学到东西 教学的目的 是叫你开悟 每一趟 每一趟经 你都有悟处 几小物就成大物 结大物就成大车大物 古来祖师大的教学的一套方法 跟现代不一样的 现代这些科学方法 完全帮助你记忆 记忆是什么 帮助你分别 帮助你执着 你走的是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何以能破妄想分别执着 你永远不会开悟 而学习的妄觉 就是在一门深入 不断的 反复的学习 一遍又一遍 要学多少遍呢 古人讲的 做数千遍 其意自见 你们一步经 有没有学上一千遍呢 其意自见就开悟了 大车大悟了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无量手机 无量手机 学一千遍 人心定了 你得到念佛三位了 三位其用 就是大吃大磨 需不需要研究讨论 是在讲 是在讲不需要 你没有误入佛的境界 那个研究讨论的 是你在那里妄想之中 但是说这些话很难听 你听了不高兴 你说你瞧不起我 所以谁瞬你吗 公为你几句 学了之后 再做个研究讨论 其实 没有开悟的人 有什么资格研究讨论 开悟了的呢 还用不着 也就讨论 世尊当年在世 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 学生 听见的人 可以提出问题 世尊解答 没有看到 为研究讨论 大问 这很多 许许多多经上 都是世尊 给学生 这一问一答 那个教学法 是诸佛儒来的教学法 我们有没有得到歧视 我们应当想想 应该如何来修学 我们这一生 能够到 应兴兴兴兴 到大彻大悟 我非常想往 唐朝时代的丛林教学 每天 每天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修行 我们静中的修行 是念佛 果然一天 有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念佛 没有研究它 你自己 你自己倒影未开 心地散乱 听了就讨论 你所听的是什么 道听突说 那么你讨论的又是什么呢 胡思乱想 真叫浪费精力 浪费时间 你修行 盲修下练 你怎么能成功 如果遵守古大德的方法 老老实实去学 每天听经 听经怎么听法呢 我们在讲台上讲了一个小时 现在做成光碟 一片一个小时 你一天呢 把这一片听八次 不要换 到第二天再换一片 还挺八次 八个小时 一片听八次 有一点印象 这一片听一次 换底下一片 你的效果就没有 为什么 听底下一片 上面那片忘掉了 一天听八片的时候 你还是胡思乱想 你决定达不到学心 达不到这个效果 你也不会开悟 为什么呢 你用什么心去听经呢 用分别 用执着 还是用你自己的成见 这样去 学一辈子 都入不了门 古人呢 古人那个方法好极了 现在人不要一通法子 阿 demiş 阿曇 佛 W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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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